张子房 你是疯了你还是想害我 你也不想想 这两军大战在即 我跑到你这里来 说句心里话 我已经相当对不起我家羽将军了 我要不是看在你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的份上 我 我怎么能 冒着泄露军情被砍头的危险 跑到你这里来呢 他才是项羽身边最大的内奸 要不是项伯告密 刘邦早就死翘翘了 话说刘邦为了讨好项羽 下令全军撤出咸阳驻军霸赏 临行前刘邦将所有东西封存入库 等待项羽前来接收 不料生性贪婪的左司马曹无商 私藏了一箱金银珠宝 恰好被张良撞捡 张良便按照军令处罚了曹无商 曹无商因此怀恨在心 偷偷跑到项羽营中 说了许多刘邦的坏话 还献出了刘邦的军债不防土 在将军进攻时 我愿为内应 项羽正因为小官之势对刘邦不满 当即决定 亲率四十万大军 第二天一早就血洗霸上 项伯得知消息有些坐不住了 只因张良当年救过项伯 项伯不忍心看张良给刘邦陪葬 于是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天晚上 项伯偷莫来到刘邦营中 找到张良 让张良和他一起逃跑 一听张良要去找刘邦 项伯就预感大事不妙 他这次来只想偷偷带走张良 可如果让刘邦知道了 那他可就是真正的通敌了 奈何张良却坚持要见刘邦 如果不和刘邦辞行 张良宁死也不走 项伯无奈只能同意 张良一见到刘邦 就把项伯卖了得干干净净 一听项羽明天就要攻打自己 可把刘邦吓坏了 赶紧让张良想想办法 张良想了半天 觉得还是要从项伯身上下手 毕竟项伯是项羽的叔叔 于是二人决定演一出戏 套路项伯 这边项伯等了许久 总算等到张良回来 项伯拉着张良就要走 张良却表示刘邦想见见他 你 好你个子方 我念你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 所以我才冒死前来救你 你这不是置我一死地吗 你居心何在 恩将仇报啊 项伯话还没说完 刘邦就走了进来 一见到项伯 刘邦就表现出一副 很委屈的样子 刘邦表示自己 进入咸阳后 啥也没干 只是替项羽整理了一下东西 可没想到 项羽却听信了小人的谗言 要来攻打自己 为什么 唉 真不知道 我们到底是错在什么地方呢 这时张良也打起了配合 表示为了灭情大业 自己拧死不走 在张良和刘邦的表演下 单纯的项伯信以为真 立刻去找项羽 替刘邦求情 项羽陷入了犹豫之中 他也担心贸然杀了刘邦 会引起各路诸侯的非议 于是项羽决定 百一出鸿门宴 如果刘邦不来 项羽就有了动手的理由 如果刘邦来了 项羽也早已做好准备 只要刘邦表现出一点一心 项羽就要让刘邦伸手一处 刘邦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即将来临 一条生猪腿被端到凡快面前 凡快二话不说 拿起猪腿 用力咬下一块生肉 直接吞入嘴中咀嚼起来 也正是凡快的这个举动 才让刘邦在鸿门宴上逃过一劫 话说项羽为了测试刘邦 专门摆了一桌鸿门宴 刘邦当一入场 范增就率先发难 刘邦知道范增指的是小关之战 当即承认是自己指挥失误 随便项羽怎么处罚都行 可范增却不依不饶 细数刘邦入关后的所作所为 将刘邦说成是一个不仁不义的小人 在斗嘴这一块 老流氓刘邦还从来没输过 三言两语便将范增博的哑口无言 接着刘邦话题一转 提起了之前的定逃之战 当时他和项羽定下了兄弟之谋 项羽亲口说过 即便有一天刘邦背叛他 他也不会杀刘邦 对吗将军 当然 如果我真是背叛 一定要杀掉 可是我没有背叛 刘邦一提起定逃之战 项羽就想起了死去的叔父项羽 瞬间项羽就心软了 范增一看局势不妙 当即喊来了项庄 让项庄为大家舞剑助行 此时刘邦还不知道范增的心思 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项庄舞剑 但很快刘邦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项庄手中的剑总是有意无意地瞄准自己 甚至有几次都差点滑到刘邦的脸上 刘邦是越看越心惊 就在项庄觉得时机已到 准备用一招大风车收掉刘邦时 不料项博突然出手 项庄还想刺杀刘邦 可每次都被项庄挡下 此时的刘邦早被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 张良一看情况不妙 立刻跑出去找到凡快 让凡快赶快去保护刘邦 项羽早就听说过凡快的名字 算是刘邦帐下最能打的一员汉将 项羽平生最欣赏的就是这些猛将 于是让手下给凡快端来一盘生肉 打算考验一下凡快 没想到凡快二话不说 就将一整只生猪腿全部吃完 这让项羽眼前一亮 我项集征战数载 斩敌将无数 还未有一人能称得上是我对手 不知凡将军是否愿与我比试比试 凡快却表示自己不是项羽的对手 随后凡快问了项羽一个问题 凡快想问问将军 你讲不讲义气 黄我 看到项羽的反应 凡快知道自己赌对了 于是凡快再次提起定逃之战 当时所有诸侯都在看戏 只有刘邦率兵前去救援项羽 一个人的勇猛算不了什么 一个人因为义气而勇猛 那才是真汉子 真豪杰 凡快的话再次戳中项羽的内心 项羽沉思片刻 没有再为难刘邦 可刘邦知道范增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借口肚子疼 偷偷溜出了银杖 没想到却碰到了一位老熟人 我求你放我 我用只是说话算话的 你求我 跪下 兄弟跪下 我求你 放了我吧 为什么说刘邦和韩信 才是同一类人 因为他们为了活下去 都可以不择手段 刘邦鸿门燕吃了一半 打算偷偷溜走 没想到刚溜出银杖 就被一名储君拦下 刘邦本以为万事皆休 没想到转头一看 居然是熟人 此人正是庸耻 庸耻和刘邦之前有点过节 为了报复刘邦 庸耻让刘邦跪下来求自己 才会放他一条生路 没想到刘邦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庸耻面前 庸耻爽完之后 按照承诺放走了刘邦 而且在刘邦临走前 庸耻还将曹无商和项羽之间来往的秘性 也一并交给了刘邦 与此同时 张良还在为刘邦善后 虽然刘邦跑了 可项羽对刘邦的杀心还未完全消除 为了解决后患 张良开始挑拨项羽和诸侯联军的关系 张良表示 现在秦朝已灭 分封天下的大权都握在项羽手中 如果项羽杀了刘邦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诸侯联军 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地盘和利益 项羽觉得张良言之有理 相比起那些虚伪的诸侯 刘邦还勉强算是项羽自己人 于是项羽决定放过刘邦 但范增却偷偷偷派鹰部率兵追杀刘邦 刘邦跑了半夜 连马都累死了 还是没有摆脱鹰部 眼看刘邦就要被鹰部所杀 关键时刻 卢婉带着兵马来迎接刘邦 鹰部一看没机会了 只能掉头撤退 刘邦顺利返回军营后 第一件事就是找曹无伤算账 兄弟们一人一刀 将曹无伤捅成了刺猬 另一边 向家军都在谈论鸿门宴上发生的事情 对于刘邦的逃命行为 众人都十分不屑 钟离妹更是认为 刘邦是全天下 最胆小如鼠的人 我要是他手底下大将的话 我一定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将军 你要经历这样的事 一定会挥剑自吻吧 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呀 尊严 一个能经受得出莫大屈辱的人 一定是心存大志的人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韩信发现刘邦和自己一样 都是能屈能伸心怀大志之人 没过多久 项羽的部队便进入了咸阳城 由于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的出色表现 现在的各国诸侯 都以项羽马首施斩 经过商议后 众人一致同意恢复七国时的制度 项羽为各国的纵长 接着各国的诸侯联军 也像刘邦刚进入咸阳城一样 开始在城内烧杀抢掠 而这次联军的行为更加过分 请不吝点赞订阅